好吧 小赌赛第一轮 IG打A队 起手双半 我这外头一看见这里面开始了 就已经进来了 等独安图进来 前四个半都办完了 也是吧 就算IG是天灰 先把一刀之灵办了 就算是天灰狼 也办了 罗放不得 西罗的狼人 那不是一般的狼人 拿走了小精灵 不过比赛是看不过来 想挑好的路 也不是那么容易想挑的 或者说不由我挑 人家打的好坏 又跟点菜没关系 我录了这场 结果平淡如水 结果同期进行的另外一场 好 没事 确定再录了 省得又没录伤 出去看一眼 行 没问题 回来牛哨都出来了 这一期手头上录的这一场吧 淡的跟袜子一样 结果隔壁打的一场血肉模糊 找谁说理去 没辙 轮到哪个是哪个 好比昨天看了一个晚上 看MVP大杀四方 然后打谁的 小组 不是 昨天晚上是叫外卡赛 外卡赛决赛第一场 算是整个晚上唯一精彩的一场 我一不小心睡着了20分钟 整晚上都白录了 其他的场次基本不值一放 没办法的事 天怒出场时日多呀 也打了主力 就昨天看来和到现在看来 也打了主力 也打了酱油 主力的雪球 基本全部滚爆了 酱油的雪球 基本全滚成主力了 而且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全部出阿托斯 虽说 这根棍子对天怒本身的 单体加成效果是特别好的 契合度极高 没错 但是对于团队 不是每个团队都需要一个阿托斯的 尤其是 你说整个队伍 你是个酱油天怒吧 整个队伍连个推推棒都没有 是不是先放起阿托斯比较好 IG拿了前两手 一个中单 一个烈士路单 挂机的 好歹还有口吃的 对吧 再穷的跌也是跌 然后A队直接开始 对四五号位下手 听说传统学 你靠死过小路 毫无PS痕迹 于是给你办了 反正中单落地 烈单落地 肯定是奔着辅助下手了 啥子都知道 A队这两手反正是看不出来 一个偏推进的大哥 而且还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哥 超大后期有点弱的 然后一个牛哨 擅长反手和防守 死保雄德发育 然后推进 也不是不行吧 可能按他们的套路来说 这两个人并不是精髓所在 总之这年头的阵容 都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 不会说选出五个人来 就奔着一个目标去 毫无转环余地 要不然就太独木桥了 一条道走到黑 被别人克制了 以后往地上一趟 这没法赢啊 管 第四手是把小明收了 听说明爷 你有这一身专属视频是吧 对不起拿走 别的队还没开始 就这个就这个 先录着吧 待会看有没有更加神经病的 这种赶紧穿场 没有 敲碗球BP 国内这些队伍 基本上谁擅长谁 大家都有个谱 这年头在 啥玩这都 拿这玩意儿 你说你是想推呢 还是想死保大哥呢 想推吧 效率有限 你先知已经被人收了 甚至来说第二手 你还没有开始 选人的时候 先知就已经被人收了 你们还是要打退进 但是也不要拿剧毒啊 也是一个偏防守的 你们两个人一起保大哥 不是不行 但是是不是保一个 更大的盒比较好 不要保这种 终其合 死到后期 挺一般的凶德 也不算特别弱吧 强势轮不上他 剧毒这个英雄 真的太没效率了 手也 不是说就能守得住的 然后推 也不是推得多么飞快的 这是个恶心 当然这年头恶心 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 看吧 看吧 也许后面两手 还藏得更深呢 总之现在看起来 功能就比较单一了 小技能效果有点差 双方比较接近 对大招的需求 电棍 电棍这玩意儿 导师跟 想想跟谁比较接近啊 偏输输型的 你也不能说跟谁比较接近 IG前三手 就适合的套路非常多 多到 他根本 就多到已经 根本不能说是套路中的一环 而是单纯的 适应面比较广 打架也还行 对线说实话 单对单 也没多少个人 就打得过电魂的 而且往神装上走的话 他居然还是个推塔英雄 恐怕 某种角度上来说 他推的比谁都快 这个是遭不住的 对现在路的人来说 稍微有点卡 出去看一眼 还好 没有啊 是错觉吗 啊 不管他 这里头 帧数不太对劲 哦 Windows更新 看这种大洋笔案 比赛的时候 正是需要网速的时候 别翻别翻别翻 直接关 就说 对他现在 露出来这三个人 你要说让他推进 其实蛮依赖于兵线的 没什么召唤生物了 感觉有点走上死胡同 去看看别的场 反正有提供情报 这边比较正常 好像还真就这边 稍微不正常一点 来看看 剧毒 前一段时间 还算是脸熟 现在脸已经生的不行了 也就这一个脸生的了 别的场都就这样了 你好你好你好 主液态火是肯定的了 双头龙 别的场应该没有超过 这一场奇葩的了 行就来这个吧 确定 没有 双头龙剧毒 俩对线一时爽的吗 虽说团战 相反 这两人输出都蛮高的 后半句话不能顺着嘴说的 你不觉得你们这边技能很软吗 倒不一定是针对硬控而提出的 这个软的概念 但是没有什么直接伤害 爆发性好似啊 总感觉 这别的其他三场 该开始的都开始了 阵容挺正常的 这边这个缺吃少穿的阵容 怎么回事 长处太长 短处太短 一条独木桥走到黑吗 容错 当然 IG现在这边来看 还真不是特别好扛 被揪住了短处一套打死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那熊德就可以走不是灰药的路线 那种 五个人要么一号位出没肯 要么四号位出没肯 这个可能是熊德直接没肯计品往前面走 就是愣打 逗 选了个炼金稍微防一下 还是酱油炼金 那不是特别好防 等级低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危险 不过我还是觉得我看见结局了 有没有别的场可以跳一下的 看一下 就这个吧 决定了 暗暗心心路 除非别的人最后掏出一个什么 也磨得不好 其实我还是蛮期待 一技能够有PA的 暂时看起来并没有暴露 第五手队 拿的不错 古法 这个才是唯一爆发性伤害和对他有不可逆转伤害的这种强力推进人选 剧毒和双头龙 都需要等级 等级低了没用 但是你们有大哥 这两个人又没法列单 弊端真的不少 总觉得好像看见结局了 第五个人 没看见 对不起我错了 好吧 我果然看不到这个结局 TK 你们这边还打算打死人吗 炼金 不是他 全是反手 对吧 你们的AOE全是反手 是吧 先手想杀人 牛少一个F 没了 后面人得走过来 丢个渡镖啊 双头龙丢个减速 丢个柄啊 没了 消耗能力极强 下塔能力很一般 防守能力凑合 走的还真是独木桥 这边第五手又 算是给船炮拿了一个老虎 嗯 不好说 四号位是吧 应该是船 可能是船的炼金 然后小明的老虎 不狗拿的是德鲁伊 乐大的剧毒 你是想中单呢 还是想上单呢 都不是好选择 剧毒不打酱油 我觉得甚至来说 可能 乐大你拿双头龙 都会好一点 剧毒吃的经济 提升能力可能还要比双头龙更差 只剩五秒 S4拿的TK 你们烈士路上谁呢 TK拉远古 烈士路 中路打个剧毒 上路保卫雄德 TK不是说躺就躺街上 直接来吧 直接来吧 没有买物 我知道 这也是A队这帮人买物就算了吧 看起来屌屌的 稍微有点卡 这吊针好严重啊 对面老虎拿了一个物 但是是要射箭去的 跟物关系不大 一级的话 大家的战斗力 不是不能打 但是都不怎么稳 留上这个大棒子 这吊针不可理解啊 全世界的人走路一愣一愣的 不过是说这趟TK4的观看效果吧 这边客户端那边 直接观阵的效果 电信要好一些 不行 重连一下吧 四场全开始了 是这个吧 就说 刚刚说什么来着 是说电信线的表现是比较好 哪怕是我家这种小破水管 通常情况下来说 也不怎么调整呢 偶尔看不见弹道 但是 有不少人 提到过这个 就是说 网通的观看效果就 比较惨了 也就是说 能切线或者能够挂 那个等一下 该调的调出来 这头已经都分好人了 重担是胖达是吧 就是说能挂一个电信线 或者挂个电信的VPN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结果是大妈的TK中弹 大妈这边是 胖达对DK还差不多 上路 Loda的优势路 剧毒对保 这麻将沟河 疯小兵疯还挺死的 没绕过去 但是你们把熊德放下路 单一个电魂 也是打不过的 直接开始反眼了 对 只要有TK 远古也是必争之地 眼放下路能够反掉大部分 只要看没人上了这个高地 剩下就不成问题 双倍点了一下末日 点掉不知道多少血 一百多血都有 但是 等级低的时候 这个法球 液态火CD场 牛郎之女隔着河道 遥遥相望 这脾气不好 反完眼得反回来 牛少在上面干瞪眼 不知道在哪 这A下看一眼 你打 我排了 怎么了 牛少在上面 记得满地找牙 满地找板砖 抽小熊 抽一下 你们俩能把末日杀了 一开始没有控制吧 对 满蓝根本没丢技能 你就丢了一个毒 两人就给A死了 双倍早就结束了 等一下 中路中 TK猛烈掉血 估计先手摇瓶子了 大白天的 鸡瓶子 加上一脚踩 这个麻将来丢 少了一个雾 开雾掉的不对 你们出门 我记得老虎买了个物 那就是愣走走过来的 大概中瓶子的位置 可能就是刚才 现在熊猫站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TK为了 压制效果体现的充分一些 站位比较靠前 靠近对方的坡下了 真不能想到 上路这两个人 都把末日杀了 双头龙 这个等级低 其实很麻烦的 主动发球 肯定是对线比较爽 也确实得主发球 毕竟双头龙 其他两个技能 现在来说有点太弱了 但是主发球吧 你就算到了五级 能点到三级发球 那时候对线期都快结束了 开出了第一炮物 有个加速符 但是兵线被推的非常深 不好沙巴 一条小布狗 不好沙巴 绕了一个大远道 没有人帮忙探物 这个瓶子可以摇 看你怎么动手了 老虎也就位 有充足的角度 可以射箭 看你怎么动手 直接可以开始摇 不用犹豫 强杀没问题 先吃了棵树 保证一下回复量 好的 摇上后手剑 漂亮的跟上 嘿 嘿 明少 这胖子卡住了 哎呀 背衣麻将糊在树林里 这糊了 买鞋吧 买不起 这 对不起朋友 前两个人头 刚好没看到 都成功击杀了 然后我开了一个人头 成功被反杀了 三个打一个 被完美反杀一个 传胖超忧伤 牛少可算是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经验 逛街逛了一万年 吃一个两级的炼金 然后差点到一级 没错 差点到两级 两个人分经验嘛 上路剧毒 基本上是没人管 毕竟也算是个前期型法师 双头龙稍微过来一趟 这爹已经不是八层皮了 这八皮能扒的直接只剩下一双鞋 直接变成了上路的 free farm 下路雄德 饿死是不太可能 但是吃香的喝辣的 那也是做梦 打电魂 他是打不过的 何况还是劣势路 兵线通常比较长 抽一管攻击力 也能把自己抽成负的 牛少不停的在帮拉远古 并没有 除了吃了一下白送的炼金经验以外 完全没有上过线 混工资 涨的现在工资快 这一脚能踩到 涨的现在工资快 混出来一双鞋 这是穷 双头龙是帮忙拉野的 稍微有一些经济发育 主要的经济还是 隐身符是吧 主要经济还是集中在 剧毒身上 而且这个剧毒是 说实话 喝一口 留一口再运吧 留一口挺好的 你看你状态也挺健康 喝光了呀 这鸟慢的哟 就是说经济主要是给了剧毒 但是这个剧毒的位置 其实是在当一个古法的位置吧 比较快速的密法没肯 然后要不要A仗的看情况 推推啊 或者甚至来说死灵术 但是这两个英雄是不懂 又隔阂相望 而且下面都不知道上面有人了 毒上 但是有炼金在后背包抄 应该是跟不上的 身后还远远的有一个小骷髅 倒闭在地上 提前召唤了一个小骷髅 作为探视野 防止被人绕后 很细致的翻譜 漂亮 早掉了第一个塔 你这两个人来说 五分钟掉个外塔 时间还算可以 接受 一击月神剑物重复局 还被TK残忍的反补掉 牛少依然孜孜不倦的拉野 但是老虎已经补了一个真野 对于远古野的争夺 是不能放弃的 老虎进了一个很不错的位置 封完远古以后 顺路就来这蹲好了 听见射箭声 TK的注意力肯定不在后面 虽说塔后有事 熊猫一点的倒是也不省技能 直接开大 我还以为他会踩一脚 踩一脚其实不好说 被激光打了个miss 可能还真杀不掉 不省是好事 牛少立直了一排麻将 替他收拾 说TK那时候 在补刀和在压人的一个视野 肯定是 把自己放在屏幕中间 甚至来说偏左上一点 然后主要视野 拉在对面的 对线人员身上 因为毕竟是个熊猫嘛 有一点点击杀能力 视野可以给大一点 确实是看不见 身后那根箭的 职业选手就是职业选手 掌握的不错 但是熊猫这一下 单杀了中间TK 把他大焦了 那上路这两个 持续不断的压制推塔的法师 好像就没人可以来制裁他们 电棍来这么一趟 支援效果只能赶走 杀不掉 主要的击杀节奏 还是在胖达身上 拿到一个加速斧 好像可以过来 再往这边包 跌引的不错 这边没有后续伤害 一击堵 好 装作好像只勾兵的样子 也 好的 一个打上 后手键 直接带走了 优势路发育的剧毒 倒是成功拦住了一波推塔节奏 其实 A队的推塔节奏 并不快 真的并不快 甚至来说 主力摩塔雪的 反而是双头龙 他比剧毒 可能需要更高的等级 到了满级以后 他甚至来说可以只裸一双绿鞋 单人扛塔 当然要是主打 液态火的双头龙的话 还是比较建议假腿的 这边果然一个物都没有用啊 完全没有管物啊 你们吃物 确实一点用处都没有 好好占线 占助线的一步一步推塔 就说主力发育的剧毒 对塔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 而他们的这个纯法师的推进优势期并不长 等到对面的链金可以有能力满酸物了以后 这个塔就很难推了 外塔根本就不是事 他们需要把优势确立到二塔 甚至来说更深的地方 毕竟雄德是个烈胆嘛 法语速度极慢 真的是极慢 不能指望他在特别好的一个时间点 十几分钟啊 甚至来说 22分钟以前吧 然后迅速的做出回药 这个可能都指望不上 不诱约他被打了 能不能查一下 不要被缠着心 小心点 抽着熊 这熊的攻击抽了负一百多 先出了个相位 看来要没肯到这还早 经济差距跟想象差不多 爹也基本是在打野 加速服被完全的封死在路这边了 这麻将牌玩的都不错呀 但是不要露出来 是眼带会从正面上的 又真的要正面上 听见老虎跳的声音 估计要先后手 但是身后有一个TK 怕被打miss 应该是杀不了牛上 决定准备撤退 但是老虎是跳过了的 只能默默的往旁边绕 两个人一左右 分散撤退 这波倒是白玩 不过刚刚就算是说 A队那边想要推进 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他们这五个人实在是太能手了 啊 IG想要推 比对面难一万倍 只能说他们拖后期不着急 着急的肯定是A队 这个不用说 唯一可能会出现的变数 大约也就是 A队这边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 下定决心来的一波推进 其实要挡住 还是有一些机会失败的 就说对面只要踏踏实实 慢慢磨塔 等待IG冲上来犯错 因为毕竟压着塔来打 塔的血总是会磨霉的 只要处理不当 IG在反手进攻的时候 犯错 那对面这对强大的反手技能 可能都会打中整个团队 那就没法玩了 电魂本来就是一个阵地型英雄 站得住 踩着对面打 对 站不住被对面踩着打 就看这边全队的阵线撑得怎么样了 摇起来 但是只有你一个人 应该是杀不掉的吧 无论控制还是输出 好像都四一点 确实离死还有三分之一 也缺手控 也缺一点控制时间 让抽攻 再多抽一点 虽然已经抽了一百多了 上路这个塔 应该是真的快磨掉了 时间上来看 十分钟 也算是可以接受 末日也是刚好掏出了一把点金 那么 该补的等级和钱 都是可以补回来的 中路开始放炼金来补等级 很好 熊猫出完跳得赶紧走 现在最需要等级的确实是练金 毕竟是这边全队最便宜 最无责任防守型AOE 顺带还可以拉兵 这跑舞开起来直接用脸上破 差点双头龙 替大哥挡墙了 明显直钻也许 大概就是要找TK的 TK跑得飞快 等一下 双头龙这迷茫的走位 还是要挡墙 先手跳踩 后手剑 行没救了 要是后手剑再一次擦病而过 那熊猫真是直接开打 一石头糊在老虎脸上 电棍的梅肯 10分钟 11分钟还不到 时间也算是相当快 一号位出梅肯的典型 而且现在看起来 反而不是为了推进 是为了保推进 小熊玩了命的 想过去拍这个小进化 刚好拍不到 每次都是拍不到 小进化现在持续时间是长 那么这一下 有了这个梅肯 练剂的等级慢慢也在补 马上就到六了 为了防备那一波 可能即将到来的 巨大规模推进 做的准备倒是 一叫足短一开大 救人吗 下路这边 怎么好像是追着人在打 我差点把熊德干了 这两个也确实输出暂时不够 电魂开出没可能来 是准备反杀的 老虎这个大 基本等于浪费 电魂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下路马上又会在牛哨走之后 迅速恢复成 一个炼金和熊德 1v1的状态 中间炼金已经混到了六级 那好了 双头龙等级不高 这两个人推打很困难 等一下 先手跳踩 然后后手开大牛哨 TP非常果断 这一下石头来不及 哎呦 白白浪费了一大 吹起一个熊 这个熊也是杀不掉的 或者说 现在来说杀头熊 没什么意义 就是多段几块钱而已 熊猫这一波大的节奏 完全浪费 但好在还是这句话 中间炼金等级 慢慢的已经变得足够高了 双头龙和剧毒 两个人占一条天推塔 是很难才能从炼金手上 抢下一座塔 他们太需要这个兵线的支援了 毕竟纯拿蛇棒扛塔 效果非常一般 有一个炼金来说 只要能开出大 那两个人强杀炼金 可能性也非常低 那么现在A队的状况 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点尴尬呢 TK是在刷飞鞋 刷完了飞鞋 他要刷小刀 刷完了跳刀 不知道出什么 但是不是大狗 哦很细致 拿这两个小骷髅 稍微勾一波兵勾的特别远 这边也不敢继续待了 TK还是有一些 怕被野爹单杀的 哦不对 这是青爹 人家烈士路混得风生水起 自己家的这波塔 和对面家的那波塔 都是给他补的 有等级 有金也有钱 中间炼金死脱的 能攻不下 两个人开始绕他们家野区吗 一路 这是来封野的 还是来看个位置 都有吧 顺带发现了金矿 一波大收掉 但是这一趟两个酱油出来 对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是IG这边三条线 占的雷打不动啊 这是 还不全是主力在战线 有一个战术需要 炼金在那边补现 而节奏点熊猫在哪干掉一个人 就说节奏点熊猫 在陪着一个酱油老虎满街找节奏 说单杀就单杀 开启团了两个人还都能跑 这边缠绕吧 被冻上了第二下 熊跟上了 呵 这一巴掌缠绕 真准啊 多伤害好像还是缺点 电魂的肉质还是颇为不错的 呵 又缠了 肉质是不错 脸有点黑 那完了 二连缠这世界上无人能救 说死就死 但是熊的经济依然不好 开了一个大熊猫 马上就有大 中间剧毒和炼金 依然在拖着 剧毒心急如焚 但是毫无办法 这个时间点 剧毒的台名就过了相当多了 马上来说 何止主舌 而且等级还不高 我还以为他等级会比较高呢 在家里甚至还补了一个细带 想慢慢开始转物理 我觉得没希望 熊猫跳的位置不错 应该没人被发现 大黑天的那个地方 是视觉思想 等到下一把跳 队友已经开始TP了 直接跳踩大 这个熊应该是变不回啪啪熊的 那会死 有机会跳 位置还稍微刺点一个电圈 那行了 大都省了 也没准备往回变 就直接切回家买遗产 中间末日补了一个战股 稍微这年头有点少见了 算是打前期吗 也稍微有点道理吧 毕竟是个小剑 对他们来说 局面还算是良好 顺风点一点也未尝不可 关键是这个没肯吧 那谁给电魂出了 而且作为酱油 他想出个秘法吧 其实老虎比他更酱油 老虎出了个秘法 这种老虎打起来也是很忧伤的 所以末日就直接往大哥上慢慢转 毕竟他们这边肯定将会是一个多合的局面 牛少就差500块钱跳到 但说实话 这个阵容 他们的跳到 效果一般 对面不会抱成一个团在那做防守的 牛少这把跳也是 反手跳大比较容易跳中全世界 先手跳大估计就是为了单杀玩 这个黑锅背上有旗子吗 不用管他 而且刚才说死前买遗产 对于雄德来说 这就是废话 人家只要买不起遗物 那他就永远不可能买什么遗产 继续忧伤的看着一条大龙 罗岛这边感觉就非常简单了 来信 节奏有九仙和老虎 双人有种 不太需要他什么事 对面暂时组织不起来 大规模的推进 也不是很需要他这个梅肯 也不是很需要他这个人亲自参与 所以能发育就发育 不过还在看这个电棍子的时候 上路又把牛少给干了 黄岩小地图可能还是从后排插入的 他们家有高台的眼 估计是用了一个物 对这边的物资源都根本没法利用上 挑材挑剑 双人先后手 雄德第二波会要接到连断 而且连断的两次都是 没到三千块钱好伤 还要继续追门吹起来 石头的CD应该还是没到 进化的稍微早了一些 也杀不掉 满血就要开杀 太跳了 石头晕给上 但是分身持余时间不够了 等一下可能走不了 吹得漂亮 防止牛少一狗和胡在脸上 踩着机器人进军跳出来了 真不错 但是老虎被冻上了 跳的时间 还有马上就可以跳 虽然是等级有点低 不过该走还是能走的 脸上一连解速 后手的话不准备追了 好像结局已经看到了呀 TK这么一个中单 想要主带节奏 是比较难的 总会崩 会稍微早期偏刷一点 哦 等一下CD时间内 勾鹤先CD 那 看你怎么选了 回头还干点什么 勾鹤先CD 瞄准直接跳走了 稍微犹豫 但是这个跳的位置 确实很明显 没辙按 跳不跳都是死 这沟壑直接能板死他呢 稍微交回一个人头 但是无伤大雅 现在的状况来说就是 哪怕现在熊泽 直接掏出灰药 夜眼方也不会瞬间 转变为一个顺风顺水的状态 现在IG全局就是 哦 末日这边也是 点完战鼓以后 准备直接BKB 呃 练金 已经开始摸点金了吗 完全不准备打什么 先手或者打什么 进度了 只需要稳住 确实 局势实在是很明了 熊泽是 一三对点满了被动的 他是一直在混 劣势路 是不是早点一级二级 能对大家都好 啊 人好熊也好 下路双方开始纠缠起来 TK直接到位 直接飞的熊 雪山飞熊 双方人员都到齐 消耗慢慢开始坐起来 这波看起来是要打的 虽然是带车了 但是其实这个车 扛不住多久 主要的对塔伤害 应该还是靠小熊拍 然后舍爆慢慢的摸 不过摸雪方面 A队倒是很擅长 其实要拉高一点 这正面战场 这交通安全环境太刺了 满地都是车 满地都倒车装 呃 虽然耗雪很厉害 但是IG这边倒是前排 也有一些回血能力 熊猫开启加速准备 从侧位开始绕过去 对正面实在没法拉 越之岸面 掩护之下 直接跳踩 就是三人 好的先手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加速服冲过来的 后手只有一个月神剑 还有两个人没有跟上 牛哨已经就位了 就看怎么反打 一个兵兵住全世界 牛哨请入场 剧毒也是可以放出大来的 唯一的后手月神剑 基本等于无效 然后末日醒过来 倒是给了剧毒 一个大大神 该给的技能已经给掉了 练机的状态非常刺 被赶出战场 然后西罗 罗岛电弓还被封死在树壳里 默默的含泪挂掉 说实话 熊猫选择先手的时机 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在月之暗面掩护之下 这个加速能踩住三人 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 只是 对这边并没有被熊猫 一个单人跳踩大 扰乱阵型 抱团抱得非常紧 迅速集合好了 因为对面 这边赶紧来招藏 就顺带打一顿TK 自己被激光打上了miss 但是应该杀不掉了吧 你这边离下一脚踩 还有非常久的时间 应该不会被留 这个F能封住 但接下来 没封住 那完了 走掉了 马上正面战场失利以后 马上来找一个 收线TK的场子 430这个节奏 确实掌握得非常棒 就继续说 刚才那一波 只能说是队友 脱节的稍微有点严重 但是并不是先手的错 这个先手的机会 把握的还是可以的 只能说 A队这边的 整体战术素养 非常扎实吧 并没有被一对熊猫的 比较不错的先手 打乱局面 迅速拉开阵型 打反打 牛少这边 不谈了 赶进去蹲 本身就需要一些勇气 一不留神 在队友潮水般撤退的时候 选择进入那样一个小树林 运气不好的话 露个屁股露个脚出来 然后就是被瞬间踹抖的树林 这点也算是让爱琴 根本没有想到吧 这一沟壑摆出来的麻将 高高低低的 这不是一套牌啊 打一盘 四个人打牌 不十个人打牌 你们不要拿两副牌来 开始默默的偷手衫 牛少到现在 还是没有加一几亿的 安安心心打最高的跳搭伤害吗 少一个亿 一般三级被动的时候 也算是加一级亿的最迟时间了吧 很少 或者叫相对比较少 加满了被动以后 一级强化独腾都没有了 当然 A队这边虽然打回了一波场子 并且开始偷偷摸摸的偷肉扇 这个视野做的 或者说排查到样子 也是比较细致 并没有给 IG留下发掘的一些机会 确实毫无感觉 大家都在慢慢的 打野啊 收线啊 收线小兵 其实密法推推这种纯辅助泡沫 收线发育费 比较背上的 攻击力很低 这肉扇偷了一万年 最终还是应该能成功的偷掉吧 但是还是这句话 A队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熊德的挥药时间点 已经晚了太多太多 毕竟是烈士路发育的 真的很慢很慢 现在 三千七 二十四五分钟 挥药吧 而且按IG这边的基本装积累 出完挥药以后 也并不是推进的一波timing 强袭和技品可能都是需要的 同时现在来说 A队的全队资源获取已经 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步 物已经全部买完了 然后看看IG这边物也是 两边的物并没有卡到一个 相同CD的时间点 呵三个物 对就看这一波了 牛哨有跳 刚才也跳出了一波 非常漂亮的打以后 这三个物能不能取得 几波大规模的团面 可能就是A队的胜负手了 毕竟你们是一个 推进型的阵容 现在被别人推的满地找牙 不谈 外塔这么容易推掉的外塔 也只拿掉了最简单的 优势路和劣势路 最关键的中塔 摸不动 也走不到面前 这时候剧毒确实陷入 一个很尴尬的境界 是按着一号位的资源来发育的 但是经济积累相对比较差 这个暂且不谈 这个能起到的效果 也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毕竟剧毒想想 剧毒这个英雄的定位 法系 迟缓伤害 续航能力差 你要是说大招式爆发吧 来的太慢 要是说持续性战斗吧 也就是一波毒和大 就是相对来说 全场的爆发性伤害只能靠牛哨的核弹三连 而IG这边显然是 经过那么一波以后 警醒程度肯定会 肯定会非常高 对于一个成熟的战队来说 连续被牛哨跳大几波 导致大规模团灭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现在IG整体还热 分散刷鞋不着急 你们不推我们就慢慢来 何况现在还是最容易拉经济差距的这种全场压制刷的局面 A队这边不抱团已经基本没法出门了 还得给大哥熊拉扯这一下会要的空间 剧毒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 活活把一个优势的一号位大哥 优势路发育的一号位大哥 活活给拖成了酱油 也算是压的好吧 各方面都有各方面的说法 毕竟A队这一波最强势的那一段时间点 被IG拆到简直渣都没剩啊 真是完全看不出来他们阵容应该有的那一段时间 十几分钟开始 哪怕是熊德什么装备都没有依靠技能优势 也可以推下大量的防御他 只要说IG守得好或者拆得漂亮 而且炼金这一个从逛街降游 然后到末日这1700块钱 是要准备变冰甲还是要跳刀呢 以他的这个属性来说 前面跌了足量的属性可能是要 走跳刀的面还大一些 毕竟现在来说反而开始需要一些他的迅速切入 猴直接先手跳踩 然后准备原地TP这边开打好像时间不够 后手剑跳够 这个时间刚好是够的 而且刚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原地跳踩大稍微犹豫了半秒以后牛哨原地TP 然后他这边依靠大招的分身迟滞时间 上次是直接丢石头打断位随 这次应该会直接吹风打断了 如果没有老虎的后手剑的话 就说 末日这一下也是中规中拒偶出了把跳 还是不准备出兵甲 电魂也是掏了BKB 但是电魂这边应该算是比较裸的 就是说炼金这一个点的节奏转变 估计也算是一个胜负手的关键了 毕竟电魂其实 哪怕有人帮他打乱战场 他打单核还是有点虚的效果 隔墙可以摇摇一个瓶子被跳走 末日跳过去也没够着 伤手BKB就直接把他旁边看线 露大大了一脸 露大脸上全是尿 没救了已经死了 不过露大有盾的可以还能活下 电魂开着BKB撑起来往上顶 TA过来放机器人 结果站位非常的失败 被提早轮死了一个TK 那A队这边后续伤害很多不足 电棍血量倒是不强 露大从地上爬起来 啥技能没放 脸部中箭 感觉右边的脸一阵巨疼 但是这趟露大这个没来过一样 先后手 后手还有技能吗 双头龙打了一套小三连 不怎么掉血了 毕竟也是一个纯法师嘛 双方这两个大哥 当然练机是体质好 电魂是装备不刺 轰轰烈烈的一波大团屁 就干掉了一个TK 真的就绝对是走位失误 脸上有跳过来刷机器人了 因为战场发生的位置 想偷偷摸摸过来刷机器人 结果就跳不走了 被焦土烫着了 露大 死了两个人 露大还死了一个盾 没事 就死了一个 你的盾都不算了 在酱油席上 露大展现了一场华丽的转身 这边TK导师也活了 开始进入一个中塔的魔血型压制站 从泉水里飞熊飞出来 把脸上被打得清瘀青擦干净 慢慢的开始魔血 熊猫很早就进入了一个位置 电魂的位置相对比较远 不过反正他也不需要 老虎跳上去 先手摸奖 同步熊猫跳踩开大 这一剑直接射中双头龙面本 应该是要没救了 这双头龙直接倒地 吹醒了剧毒 剧毒盘旋在天上 看着身下的队友疯狂的被首歌 牛哨在后排 大喊一声听牌 一个沟壳碰上去 然后扭头就走 A队阵线已然溃不成军 两条线的两个逃避 正在被分头追杀 末日跳踩住了第一个 然后Loda这边剧毒 也走路也死不通 虽然我觉得剧毒是走错路了 但是导师不要紧 TK勉强地活下来 大哥熊德士和双头龙 被打死在同一个点上 熊猫那一脚跳踩踩住了 两个人就再也没有爬出来 虽然你们生不能同时 但是死能同去也算是 不忘此生 虽然是大半夜的 但是局势已经很明朗 双方谁先动手谁倒霉 一边是长手 IG这边是怎么说呢 阵容中规中矩 并且经济明显的领先 装备都比较好 但是对面长于防守 技能短期来说 技能效果还是太过于可怕了 IG强冲会出事 但是对面防守技能 虽然可怕 进攻技能简直是一炮屋 所以说他们的进攻 也会在对方的经济领先下 也被打成一炮屋 谁先动手谁倒霉 但是拖下去 IG吻淫 这个按神大人的说法 结局我已经看到了 PK开始 杨刀还是有一段距离 隔着树撩骚扫下电魂 电魂导师也不耽误 直接跑 以防万一 万一对面五个人都在面前呢 熊猫这边吃了个隐身 海气默默的盯着 露大扭动的妖柔背影 最后还是放弃了 老虎在后面戳他废管子 不过这一场确实熊猫和老虎 这两个人几乎负担起了 全场IG的所有节奏 其他三个队友 船放跟着慢慢发育 确实参战率也不是很高 电魂让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剩下的基本到处乱逛 就是末日也是多半 注意力都集中在野区 这两个真的 626 624 606 战绩非常拔群 这边经济和经验 大概都是领先了一个相同的档次 经验同面板也能看 对的 经济也是一万多 这倒是无所谓 经济必然有领先 对面也是很明白 尤其是这样东刷西刷的一个TK 也就是打成了一个 跟电魂差不多经济 这一波凯悟好像真能逮到人 首当其同是末日的坡物 但是西罗那边的电魂 位置还往前走 末日是在用BKB掩护你撤退 对面明显人多 赶紧 牛哨可以封到路 这边导弹已经跟上 没有开出BKB 冰霜路径接上 一套魔法伤害打出 然后原地BKBTP 小熊赶上 不要出缠绕就可以 对不起我不该说 骑手第一发扬缠绕 罗道直接走远了 这一波五算是打成了一个 算是梦寐以求的一个节奏 好不容易才能摸到一把杀人拿塔 而且罗道临死前是买了2000块钱遗产的 并没有任何打算准备买活 这一波的塔 想守不易 就看IG多么不甘心 想让A队留下什么样的代价了 什么代价都没有留下 还准备上高吗 A队自然是没法看到 电魂这边是没有钱买活的 而且向来卡这种 20来秒买活的时间点 推一波高地 也算是心理学上的最鸡肋状态 买之可惜 不买被推 熊猫直接跳踩一个先手 踩着两个人跳踩开大 后手键又射中了一个倒霉 大尔罗达 熊德也是中了末日以后往地上一趟 准确说熊德是从双头龙那个木屑里爬出来 吹风流着 双头龙又要死一个 牛哨体皮 看都不看 这回听牌都没喊就走了 准确来说也是 熊德又是 也算是毫无作为吧 两个人都被先手了 从双头龙的墓碑下爬出来 直接躺到那个 罗达剧毒的墓碑里去了 换了一个墓碑 依然是死能铜血 祝你们幸福 这一大波也算是 由于电魂的大意吧 先被杀人拿塔以后 打下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良好节奏 但是确实时间在一步一步的流逝 结果下一步 在A队含泪推高地的时候 又是损兵折将 大哥全数阵亡 两个大哥全部躺地上 这边TK没什么机会单杀末日吧 就看末日虚不虚了 看见了进军完全不虚 走出来养一套 虽然末日没什么拦 但是人家是有BKB的 而且TK的装备除了一个跳羊 什么都没有 这一套装备在单杀的时候 输出是非常低的 只能说连控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单杀的话除了羊 还是果然应该需要刷大根的 输出确实太刺了 这个装备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完全不算什么 只能继续一步刷 刷着等机会 等对面犯错 只能说等对面犯错 这个能忍住的这个心性是好的 只是你在街上捡到别人掉的钱 你也不能天天上街去捡别人皮夹子 这日子不是这么过的 现在进入一个寒泪刷的状态 这种寒泪刷就是等死 又野爹出了个兵甲 这回真是硬的跟青爹一样 熊猫也要刷新了 但是裸个刷新篮不够 哦开悟这边好像能逮到一个棒子 有肉吃GA 被小兵发现了牛少直接BKBTP 一点也不省啊 确实 见牛肯定等于见五个 只要不被熊德小熊直接拍在脸上 这个BKBTP 无敌炉时对面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这警醒程度确实不一样 这个GA这场的全场罢控能力 有救 后期可能有他 真的可能能刷起来 而电魂现在 与其说转为主力carry大哥 不如说是变成了一个推塔的经济发育点 正面的物理输出可能还是靠三壮汉来打的 点金满被动16级 东南亚小胖子经济曲线一路向北 沟河交了清兵 能不能赶上TK是直接往后跳的 被各种飞弹打断了这边很多人的跳刀 主要是末日被打断了 强行长途奔袭 跳刀去打一个先手 导师也很亏 剧组在上路默默的带着线 总感觉好像带什么也没用 他推塔速度现在来说已经是非常慢了 这几根蛇棒完全不够看的 与其说是推塔 不如说是个魔塔 IG继续含笑回头 各自分散刷钱 A队含泪也分散刷钱 就像刚才IG并没有选择强行跳过去先手开战一样 这一场赢者之道就是顺其自然 大盗其简 盗发自然 只需要脸上含着笑继续拖下去 打一个拖自绝 A队是必败的 慢慢又开始投入山 TK飞熊 熊德出了底子 准备老虎开大 准备要动手了 先拿一个熊猫画像 吸引一下熊的注意力 这边末日先手跳大 大的是熊德 效果很一般 但是末日现在非常能冲 兵甲冲起来 被双头龙的技能和牛少技能隔断 战场IG很多人开着BKB没上来 但是末日实在是太能冲了 把对面战场已经冲垮了 TK想要原地TP走 还是飞走了 但是熊德中了末日 只能默默的倒下 刚才被冰封路径和勾获隔断的 IG数名成员 也算是赶上来进行一波惨烈的首歌 催枯拉朽啊 这实在是挡不住 这个末日这一波兵甲冲的太霸气了 牛少麻将牌继续隔了一下 该跑的还是跑 这边还能留上吗 推了一下链金 没有摇起来 西娃给上减速 又是末日 围在小树林里 进行一波惨无人道的殴打 人已经是必死 队友都根本不开了 杀掉这三个人 不过下路是有二塔 并且没有兵线的 强拆二塔的话 应该也上不了 牛少跳大 这又是碰瓷儿型跳大吗 你指望一个人 以这个等级想跳大死对面所有人 虽说末日血量不饱满 但是也不是你能单杀 跳到跳下来一头撞进了三个胸毛大汉的怀里 团灭 A队这边已经基本看见了地狱的大门了 里面门口端着一碗汤的老婆婆正在向他们招手 喝了吧 喝了这碗洗点水就都忘了 顺手吃一个加速服 也就是刚才兵线实在太差 打完一波团灭连个塔都推不下 当然还是这句话 如果IG感觉自己的经济积累足够了 需要慢慢推的话 还是得坚持这个原则 哦 炼机已经拿上振奋 这啥空速啊 0.3秒一次 已经开始鬼畜化了 也是点睛假腿 这俩也顶着振奋呢 就说IG这边推进 也是坚持这个原则就行了 不勉强 顺其自然 文文一 强冲的话 对面的技能 哪怕是在这个时间 哦 自爆还晕到了小熊 这小熊估计要被抽掉一个 还抽满了小熊的功 300块 就说哪怕是到了这个时间点 A队这边技能在防守上 还是相当强的 上高要小心 勉强依然会死得很难看 在对面A队的心理状态上来说 这就是一场滥局了 非常痛苦 而且无法获得解脱 这在长期比赛中 哦 还开大了 虽然大已经不值钱 但是又是被一个沟壑 封得很死 牛哨这一场表现确实不错 但是好像不太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燃烧伤害还挺高 要最全 继续刚才的话题 就说在赛制比较长的比赛中 尤其是前几局 让对手陷于这种 难以脱身 并且痛苦不堪的烂局 稍微把时间刻意的延长一点 确实可以有比较有效的 催垮对面的士气 在这一场中 IG明显打得很轻松 根本就不用想特别多的 必赢 只要稳住 拖住 就不犯 连续犯特别大的错误 还得连犯好几次 对面这个阵容 选坏了的话 是真的很难以找到翻盘点 但是也不可能就这么 呱唧一下放弃吧 就说 所以就对面拖入了这种 所谓的战争的泥沼地 这一点除了在开头的两局 有效打击对方士气以外 同时在自己家 类似于连输了两盘 第三局 这挽回几方士气 也是很有好处的 这种局打得很愉快 而且对手非常非常痛苦 你非要说的话 可能有点不人道 有一些恶意的嫌疑 但这确实是 可行性战术的一种 而且确实 有一些经验的战队 是能看到这一点 并且在这个滥局里 提早打出GG的 就是防止士气损失过严重 尤其是几方士气下降和对方士气上升 这种差距 一进一出的拉大 就在后续的战斗中会很麻烦 当然这一场是BOE A队表示 臣妾做不到啊 保护士气 GG就完蛋 牛少差点被一剑射中左脸 准备要动手了吗 经济优势确实已经足够了 找一个 哦 跳走了这个瓶子 呃 又继续往后收缩一下 慢慢的把这个塔耗出去 TK和剧毒两个战场已经布置好 末日爸爸顶塔强坎 这样玩的话 下一件可以出龙心 被稍微仰了一下 往后撤 哎 手帽好像进场了 跳踩住TK TK还是走掉了 没有跟上后续的一部分伤害 老虎开过一个大 牛少一个沟河隔断战场 TKTP走人 应该是能走掉 全世界全部TP走人 那这波中塔应该是放掉了吧 哦 开出塔房 继续守一下 确实很能拖 而且这个战场又回头 马上会被布置好 熊被吹起来一下 熊猫被扬在前场 要被轮 这个没救 刷新都刷不出来 直接死在街上 牛少是交了大打死 但是用这条命 换掉了中塔 IG这边 哦 开着BKB车腿 不要被打缠绕 应该是没事的 哎 不好说 这个会被打到 而且熊比他快的 肯定要死了吧 还卡位 哎 得扬住 这个胖子没救了 嗯 交两个人头 虽然沟河封在那边 但是那边又被冰方陆锯缝了 两个门板夹一个胖子 胖子都打成瘦子了 那么这样一搞 双方的代价 恐怕都觉得可以接受 IG死了两个人 还都是大哥 也都是负责主要输出 和乱阵的优秀人员 但是A队掉了一个塔 还算是比较关键的中路塔 在经济下一步的积累 哦 混到了好多助攻 经济下一步的积累 这种前排的末日 应该是要龙心了 或者说 猜吧 一个龙心就够 但是再躲 哦 摩奖是看这里头 有没有TK 但是TK其实在正面 想动手吗 后手是有一个老虎的 稍微犹豫了 想还是不上了 毕竟老虎手上有一个推推棒 还是要上吗 强行干这个 但是插一下 插一下 这边有一口没肯 有BKB 哎呀 啊 还是被车撞死了 好在脸上有个盾 这个BKB说实话 开得也算是有一些晚了 不过整体还好 TK又一次 也算是装逼装肿了 他来这一趟单杀 应该不指望 自己单杀完以后 还能走吧 虽然说老虎确实说过电了 可能还真留不住他 总之就算是换盾 哪怕是他没盾 这一下的时间拖延 都不太划算 TK的经济 还是很需要保持一个节奏的 不是说愣刷 就能刷到比对面厉害 他只能把对面打成比他弱智 末日刷新 熊猫刷新 双头龙 这个装备 个人理解 就是双头如果打算 走这种主法球的话 肯定不是打最垫底的五号位 至少也会是打一个四号位 话说这个刷新球的物理输出能力 还真是挺高 看末日的攻速 还有点不俗的意思 就说双头龙 如果打算出纷争面纱 因为纷争它本身一个铁 一头盔是自带回血的 那个绿鞋本身就没有必要了 而且那个手动法球 其实是要看本体攻速的 还是相当建议 双头龙出一条假腿 等一下 这边有人包过来 又要动这个小胖子的手 TK直接飞脸落 好 还没落地 BKB和瓶子直接摇起 牛哨和剧毒 直接就不敢上了 传胖 好稳 BKB的时间损耗已经比较严重 但是确实 TK的落地秒阳 这个BKB是开不出来的 哪怕是被人浪脸上浪一下 他也选择直接顶BKB 那这样一波 哪怕是对方一个四号位的小胖子 气势都打出来了 扛着对面三个大将 直接跑来跑去 简直是在脸上跑啊 士气本身掌落都是一个相互的 TK我不知道 至少剧毒和牛哨在身后跟着 这士气可是一掉千丈 而且剧毒以一个优势度发育的 大哥之位 打到现在变成了一个蹲TK的 好忧伤啊 明明是大哥 屋里庄根本就见不着 一脚踩掉 我就知道 练进一毛钱都没有混到 突然确实已经补出了一双密法 刷新密法 这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边开着雾 又是要走一波肉山吗 不对 也不是蹲人 TK是在上路 慢慢的撑着这一条兵线 下路这一包雾 转野去 但是转的效果并不好 对面也是中间是录着人的 也就是说肯定都在中间 不会有人再继续刷野 毕竟IG这边确实没什么人能够瞬间移动这么长的距离 全地图大范围转移能力是没有的 挺少落单 甚至来说应该不会落单 所以说他们单兵战斗力非常强吧 哎呀拖把流 这边的穷的强袭还是没见着 老虎的羊刀都出来了 而且现在已经能看见一个非常鬼畜的练剂 下一步是不是来个雷锤 然后自家 熊猫是冲阵无压力 然后末日是需要扛塔拆塔的 刚想说末日来个龙行 结果电棍都来了 都行啊都行 龙行越多越好 对面全是法系 唯一的物理系还打不过你们中很多人 龙行A仗 这个还没肯BKB 输出基本靠臭弓 只要站得住 这只真能站啊 其实你一个人站是不够的 炼金自带龙行 我慢慢来 然后末日 我猜他是要龙行 下一步应该不会转输出 现在根本就不是输出的问题 随便拖 没有任何能力 末日 下面只能卖点金了 TK在这边刷大哥玩事 TK的定位就适合大哥 刷波笔 蹦蹦跳跳跟七蛙 又不加输出 想要刷成以前样的西蛙 扬道分身腹 BKB不能刷了 就说这意思 想要刷成跟以前样那种 战装型王道TK 哪怕你出绿杖 虚灵 应该都是不可能了 还是以刺客TK 效果比较好吧 并且是主流 安安心心的虚灵 大根后部扬 这样 哪怕对面一堆BKB 迟早也是会消退的 TK拖线的能力 拖到全场BKB 就剩4秒钟 问题实在是不大 到时候自己刷几个绿杖就行了 这一波开大摸过去 好像还是发现了 对面潮水般撤退 等一下 LODAR又迷路了 直接跳踩 打都什么 一个等级炮打掉半条血 臭打 臭打 这个跳上来还自爆了一个炮子 TK含泪带兵线 带不动啊 没分身腹 没死灵乳 当然也没 推塔推不动 只能带兵线这边被小熊追得跑 雪山飞熊又出现了 全世界人赶到了一大波 牛哨走大也不省了 双方的大哥分别成为了突破口 这一波打得平分秋色 电罐还是带着龙杏 一路火花加闪电被熊火给拍死了 这一场这俩大哥 看着都跟孤儿一样 但是队友估计也没有特别把他们当大哥来当回事了 都算是表现差强人意 已经不能用差强人意来美化了 这叫状况外 被无故杀害 夜眼信使 无骨被撒害 继续现眼手再退下 你还敢落下来 炼金有跳刀的 那个位置想要跳进树林里很难 炼金是能追上你的 接下来就是一顿臭打了 老虎推推扬刀 神装如黑鸟 就是没需趣 结果兵线居然又被TK一个人成功的给拖回来了 给熊德继续在争取时间 但是 祝你们幸福 熊德真的打不过程 这个装备成长 很多人的打 老虎这边好像是先手跳扬了 还怎么着 熊猫绕在后来 扬住好的 这个原地踩 直接开打一个瓶子 晕住的熊德 开着BKB 先把双头龙 一个等级炮拍死 TK开始在刷鸡起来 刷的位置不错 TK跳的位置又不错 是一个团战中的完美输出位置 然后剧毒在被末日之前 放出了自己的大招 但是吹起来以后 中了大应该是死掉 末日刷新大 又给了熊德 一个大 两个脚下踩着五芒心的人 命命相取 毫无作为 TK也算是 又换了一个位置 输出熊猫马上 根据后手跳 在刷新跳 找到了TK位置 但是TK回家了 熊猫开了一个大感觉 萌萌大 但是这一波大团 下面还是输得一败土地 末日的冲阵 再加上这堆 沙大黑粗的体质 那两个五芒心丢上去 根本没法反抗 中了大的就是死 这一波确实 TK找的输出位置 竟相当棒了 对TK来说 这个装备 没有任何保命装 就只有一把跳的 他不可能找到 比这个还更好的 一个放机器人的位置 但是就算是 在这种输出之下 IG依然全部扛下来了 并且一人没死 熊猫一路小跑 跑回家支援一下 正在挨揍的高地塔 轻松收掉 而且他少了两千来块钱 熊猫是准备出件什么东西 又少了一千块钱 不对 熊猫少的钱量很大 不知道要出什么 不过无所谓了 他现在早就身装了 强化掉物理输出 炼金好像也要龙心吧 对 看透这一点就太好了 每个人绝对是龙心 末日肯定也要偷龙心 放心吧 脸放在这儿 请打 这边 熊猫掏的是BKB 买了锤子 买了斧头 类似的 一巴掌敲掉 这一下也不至于说 被连续羊熊猫开出大来 直接死街上 其实这个熊猫这个体质 再加上现在这个罪权 触发机制 稍微改动了以后 熊猫哪怕是一根A杖 其实已经很难死 这BKB只是求稳 对面并没有 其实只有一个TK的无限羊 能够压制他到死 这个爆发伤害 说实话可能还不够 足够稳一切都好 炼金的大幅 应该也是要能出了 龙心电棍 龙心炼金 然后爹的点金卖掉以后 我赌也是龙心 三龙心踩脸好不好 先没卖点金 把绿鞋换了个飞鞋 好吧 攒了三千多块钱 请出点金 请保住我的右脸 解说比赛都是要被打脸的 这一场就不错了 因为特别好看懂 其他的几场就被打得难以理解的 我的脸也被打得难以理解 这恰了别拨 别拨 发育了四十分钟的优势路大哥 现在在和圆谷野进行猛烈的搏斗 牛哨在上路扶牌 高地上来说 手高地还是不好上 毕竟已经稳了那么久了 再稳一下又何妨 虽然倒是 看着还好是大晚上的第一场 不会坤 大晚上三四点钟打那么一场 估计我就秒睡了 请努力 这一场的观众们还拖得起 熊德一夫当关 一会儿就会被万夫踩脸 你个自己看着办 再不走就被踩脸了 爹这边是留了一个买活钱 但是大哥你好 爹这边是留了一键魔奖 差一点射中脸 反应还是不错的 开始慢慢的磨打了 好像有人跳进去了 不是有人往后跳了 这一波还是刚好没打起来的 这一下打断了 被勾获连住以后 差一点还好 白虎都推推棒救了一命 里面BKB熊猫跳彩 但找的位置不错 还好练进了跳摇瓶子 还是跟上了后手 末日我就知道 三个BKB全世界 屎黄色魔法免疫 冰库被波文击走 好像念反了 波波不要紧 总之是刷新BKB继续充脸 进拳了 折一下 一个风熊猫输出 火熊猫已经不知道死哪去了 这一乱战熊猫自己都 谁也找不到谁 然后电棍是交了一个盾 熊猫已经挂掉了 难怪 三个熊猫都被打死了吧 风熊猫是你最后的硕果了吧 这BKB开不出来 开出来也是个死 就这样吧 被轮了一套 死了三个人 老火什么也要挂 被追杀致死 啊 进拳杀人是吧 稳住啊少年们 玩了人家五十分钟 不要功亏一归啊 要稳住还是蛮简单的 哎呀冲的太深了 TK导致六千块钱 迅速的开始带下路兵线 只是没有下塔能力 TK 瓶子这时候就不要留恋了吧 有时候宁愿选择分身不放手啊 瓶子 这四个大汗 这死的真惨 熊猫刷新球都没用 对 用不出来 第一套三熊猫 最后一个死的是疯熊猫 强烈推荐 什么得强烈建议啊 以后给熊猫分身 开一个手动变回来的功能 到大后期 这个熊猫的分身 太过于脆弱了 不过以现在的高上场率来说 不削弱就不错了 还想增强啊 不会出事吧 末日都已经被逼买活了 熊猫马上就能活到 是不要紧老虎不重要 就看电棍 有钱买活 没有问题 虽然卡的还是那一波 最微妙的时间点 还有十秒钟复活 但是不成问题 丢一个塔 你们还是超大优势 这一波 先拆的是远程并赢 好选择 末日开着BKB直接入场 给上 又是Loda Loda脸上全是五芒星 末日爸爸都五芒星 邪于二踢Loda一脸 老虎跳剑 是中了一个谁 中了一个TK 应该 TK死前 还有把老虎刚炼掉 对TK自己也要死 然后双头龙被勾和卡在这一边 虽然炼金是被缠绕住了 不过没问题 TK是买活了 准备驰援到战场上 已经到了 开始慢慢的刷机器人 但是被吹起来 可能又要出事 这边充脸实在是太凶了 Loda这边末日 末日结束了以后 死前崩出来一个大 又被熊猫刷新踩了一脚 这边是有谁在被TK 无限扬在这边轮 马上就要轮死 牛少补起一个跳大 原来是电魂 刚火又死了 就跟没来过一样 熊猫的第二个大 重新刷出来 TK这一下应该也要死吧 吹起了小熊 刚才牛少那一脚 最后的跳大 熊哥先看完吧 熊哥应该是还要死的 牛少那个跳大 后手键跟上 白 牛少刚才那个跳大 也算是一锤定音了 直接踩死了一个 被轮了一万年 无限扬的一个电魂 已经很肉了 顺带还把叠一个大 也崩死 拿了两个宝石回家 宝石加属性 睁眼加暴击 买物加发伤 这一段好像有点熟 对面来说 IG这边应该是 买活了一个老虎 买活了一个末日 又死了 对面TK是买活 挂掉 其他人没有买 倒是留下来了 这一波四推二 末日不能买活 但是能推下 老虎拉了几个大 两个大 出个骨灰行不行了 这边给上双BKB 直接踩死了 估计是跳运 晕到了 牛少愤怒的买活 但是没有大 剧毒复活 这一波 以他们这两个小技能 是完全不可能手下高地了吧 两路 下路的二坦还有 运气不错 也至于想直接破三路 有点难 这几个人 TK不在 我已经这 TK不在熊德不在 其他人就不重要了 只能说是一个防守型的骚扰 手下这一波 根本不可能 几个龙心墙扛着拆塔 真是有这边下面的 高地还差一点点破掉 半路都没走 谁过来了 推推过来 马上买活 推过来就为了放一个大 这一个满活 这一条命 就为了拿屁绷 人家一家 可以理解为意识模糊吗 这两个大招 倒是耗得炼金不少血量 回血都根本回不下来 DOT是狠 不过开了BKB 应该是可以走了 等一下 好像还不准备着熊猫 BKB直接反手跳踩 推走一下剧毒 剧毒推下自己 又继续往后撤 前面那个胖子自爆了 我们不用管他 牛少这一下横拍 倒是凑合封住了胖子 不过没人跟得上 自己还被塞个熊猫 和一个BKB的 跌过猛烈的子屁股 内容版面应该没救了 末日BKB吸瓦跳进场 哎 请给大 我就知道你要给low大 low大脸上就是给low大的 这 末日完全懒得给小熊 给双头楼也行 要不给low大两个大 证明一下你的决心 这场次打起来 现在的末日 看谁都是孙子 早就生为爷爷了 谁乐意当爹啊 三路是没戏 两路安心心拆完 你们难道要求门打肉身 我真是一拖鞋身 你们显示器上 可以了 二塔还在 TK还在这里 想把这个兵线清出去吧 最后的尊业 拦不住的 直接扛脸 面筋出的是碎骨 这已经成为了 第一物理输出型大格 末日还是第一威慑力 熊猫 最近两轮死的有点惨 也是都到了50分钟了 这个熊猫还有威慑力就不错了 还能打到 打乱战场的效果 脚屎棍不好当吧 搅不起来的脚屎棍 就是个屎啊 反应真快啊 这一键推了 马上扭了一个头 直接横推推出去了 罗导又被封在这里 继续打 你的BKB时间是不是结束了 小心一点 不要BKB完了以后 还被冻在那个冰上 就很伤了 挑进去一锤 直接踹死了 双头都进去 就跟没有一样了 真是 切人如切纸 这胖子 太猛了 有一键有没有中 应该是没中 没有特殊音效 还要上去吗 可以 小心被器人撞到了 跳刀就行 这个毒刺被动 是不打断跳刀的 现在焦点已经 集中在 船胖身上了呀 变成了团战的 主力发起者吗 这节奏打的 已经快要抢走 主角的位置了 熊猫的后起 反而一下一下 瞄眼跳走 挺稳的 很好 稳的好 但是毫无意义 这场牛哨 可以了 熊猫都快龙行 你们全世界龙行踩脸 结果爹反而没出龙行 TK这两波 反而又把经济给打回来了吗 好高的经济点 盾都快没人要了 有人要盾 老虎凑合着 免费其难捡个奶酪 加点属性也好 熊猫也是龙行 三个三千多 等一下 三千八 三千五 跌两千五 你怎么不出龙心呢 这个三千四 深渊 这鸟要死吧 看得见了吧 别装没看见 看见了吧 对啊 跳 一刀五百二 被撒海 又是姓氏 横排风了下路 后面所有人上不去 罗党一个人 默默的拆剑组 被冻住 然后被臭打 这下肯定要被缠住 这个还有一阵时间 死尸应该不会死 侧面熊猫已经上去了 看第二个人在哪 胖子 全世界在呼唤那个胖子 胖子看都没看见 熊猫在前面 已经被迫分出了大招 开始猛烈的流人 TK也不好流 开出大招直接拆打了 给上了一个 比末日入场 然后 胖子呢 胖子在里面 胖子在右边 随时等待机会 末日给上了 胖子进场 开始切后排 先不管 这边的末日 开始拉扯下这两个 TK还没拉扯走 前面小熊 又细罗 又被小熊拍死了 还好有盾 小熊还是有点输出的 有几瓶了 牛少这个跳大 就奔着一个人大的430 眼界要死 还是活不出去 没救 但是后排 船是不是把所有人都砍光了 至少砍跑了很多人 很长时间没有看到 队友的职员了 就前面几个人来回拉扯 练机一旦进入主战场 所有人 又是切菜 够不着 积极了 这下 第三路 目送下这个王座的阵王 再见 一个多小时 我闻得好 还是这句话 好歹是第一场 没睡着就是好 差点就睡着了 行吧 那就这样 接下来该看别的看别的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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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